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2月26日 今天是博星Day 拆禮物日 在這兩天 收到的聖誕禮物 就是今天拆了 剛剛 其實 有一位 應該是最近一年 才聽我們節目的朋友 他說他很後悔 太遲聽我們了 如果他可以早點聽我們節目 一早就賣樓了 他也是近一年才聽我們節目 在聽了我們一段時間之後 他覺得我們說得很有道理 以前他也是藍藍的 他覺醒了 覺醒了之後 他聽回我們之前的節目 原來你們19年 已經叫人家賣樓了 還是賣自住樓 大家記得 19年10月份 當時 我們夠膽說 是唯一 只有我夠膽叫人家 買自住樓 是孤自住樓 因為 香港 這個樓市 徹底的玩軟了 為甚麼那麼有信心 因為 這個 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 這個是很嚴峻的政治問題 這位朋友 究竟聽了我們節目之後做了甚麼舉動呢 我 站在我的看法 他也算是一個極端的做法 究竟有多極端呢 原來 他賣了自住樓 一個聽了我們節目不夠一年的朋友 信我們 賣了他層自住樓 當然他說現在看 也很感謝 賣高了多少呢 其實 賣高了150萬 年初賣和現在賣 差了150萬 樓價多少呢 是800萬 和650萬 他年初賣到800萬 現在 只剩下600多萬 還未必賣得出 他有甚麼極端的 舉動呢 原來 他賣了自住樓之後 在最近 決定 在深圳租樓 因為他層樓 在年初賣了之後 在香港租樓 好了 他們覺得 在香港 沒有辦法 一來 不開心 二來 東西不便宜 他們說 即使每天吃樓素飯也會悶 最近 流行不上 其實他也是參與 這個 叫做 北上消費 就不在香港花錢 對香港是一種軟對抗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 香港的商家 全部對現在香港搞成 今時今日的地步 是有責任的 香港 怎麼可能被你中共亂來 搞什麼國安法 導行逆施 香港從來都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你們 會去做這麼極端的行為 而商界 竟然 沒有人會跟政府說數 沒有人 去 說公道說話呢 因為 因為共產黨 大家也領教過了 是不敢說公道說話 所以 他們 老實說 是自己 你仲鞋的禍根 香港 徹底被你們搞壞了 搞死了 是不是 既然你搞死了香港 沒有辦法啦 我們唯有離開啦 好了 這位朋友最近決定 搬上深圳 他也聽我說的 因為 他也最怕深圳是甚麼呢 食物安全 我們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關於 住在深圳的人 相對是比其他人短命 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短命 其實他也很害怕 真的 有誰不害怕啊 真的 有時候命仔只有一條 但是 現在他說深圳 那些食品安全 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而且 還有很多 算是做得不錯的公司 所以他們在深圳吃東西 也不會 認真 怕 那麼 當然說了 山姆超市 我們第一集跟大家說 山姆超市 又或者遲些 在深圳會開的Costco 因為這類美資的公司 他們是 控制那個品質很嚴格的 那些東西 有問題的絕對不會買 當然 可能會熟了 水果可能會太熟了 在英國的Costco 我們也買的水果太熟了 一買回來就熟了 但是它不是變壞 它是熟了 當然 自己買的要看清楚 但是他不會買一些有問題 或者有毒的食品 在大陸 其實是一樣 因為他們很重視 那個 品牌 既然在大陸 你買到美國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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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安全的 其實是不怕的 當然是喝水 都是要喝 棕裝水 當然要跟 有信義的 商家訂購的棕裝水 千萬不要在外面 普通士多 他也是裝水喉水 給你的 對嗎 水是很重要的 因為 直接決定你的皮膚 很多內地人 你看到 譬如大家同一個年紀 你50 她50 她的樣子好像70歲那麼老的 為甚麼 水有問題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大陸有些影片 說陳小聰 去拜訪一個山區 然後他問奶奶多少歲 奶奶說1967年出生 陳小聰 我也是 他問他多少月了 陳小聰比他那個奶奶 媽媽 說出來 原來他年紀比他年紀還大 是不是 為甚麼 因為香港保養得好 這個就是香港的問題 保養得好 那些東西 是 安全 因為你吃的東西 相對來說給大陸安全 尤其是水 空氣也不能改變 那麼深圳空氣也不會差很多 隔了一條河 他說最極的情況就是 他把香港層樓賣了 當然 當時是有工的 拿回的錢當然沒有800萬那麼多 他也拿回一大塊錢 當然 扣回他欠銀行的錢 也是算一塊 不少的錢 他說把這筆錢 放在銀行做定期 而他也聽我們說 故意 去海外開的 不說哪裏 在海外開了銀行戶口 把那筆錢 傳了美金定期 嘩 真的很厲害 聽足我們說話 全美金 每個月 起碼也有超過4厘息 定期是4厘還是5厘 他那筆錢 足夠 在 給他在深圳租留 有錢剩下的 他 當然是要上班 也是一個大公仔 幸好他兩夫妻 未有小朋友 當然有了小朋友有另外的效率 現在他說暫時沒有小朋友 兩夫妻 搬上深圳 寧願辛苦一點早點起床 在車上睡覺 晚上回來的時候在車上睡覺 反正也不出去花錢 有錢在深圳洗 斗嶺也不益香港的藍絲 他說他之前也是藍絲 他說他現在覺得很痛恨 為什麼 香港沒有理由搞成這樣的 你們的商家要出聲 搞甚麼國安法 香港 抗議一下 一直都是抗議的啦 你們政府就要讓步 趕盡殺絕 現在不是讓步那麼簡單 你們要趕盡殺絕 你們開心呢 被你殺了 那又如何呢 真的被你殺了香港的人 那又如何呢 現在是會行動的人 或是會出來抗議 會出聲的人 全部被你抓了 剩下的全部都是無聲抗議 他們可以做些甚麼呢 賣樓 把錢搬走不在香港 直接存在外國的銀行 每個月收的利息 打給他 戶口也好 打不打也好 他自己本身也有工作的 那些利息就叫他交租 收的利息就叫他交租 一百萬計 一年五利息就是五萬元 二百萬就是十萬元利息 深圳租了多少錢 幾千元而已 他說租的單位有露台有靚 也是幾千元港幣 人民幣是幾千元 比香港租層樓 香港租層樓 起碼要18000至22000 現在他們可以住大一點 價錢又便宜 消費 在深圳消費 原來 好像他這樣做的人 是不少的 當然這個是因為最近一年 聽過我們節目的 他說他也很後悔 如果他早一來聽他的節目 他早一來賣樓 層樓賣到 一千萬 今年已經跌了 他說今年已經跌了 年初賣的時候已經差很多了 他本來開價一千萬 如果去年 前年可以賣到一千萬 今年 最初他也開了一千萬 因為減價了 減到最後800萬賣了 現在 六百多萬賣就剩下了 你想想想 跌的多少 什麼中原領先指數 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是不是 那條數字很小 跌幾個百分比 但是實際上 今年的樓價是加速下跌的 跌得很厲害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環境惡化得特別快 所以 他有這個 我們說 比較極端的抗爭方式 實際上 接下來的趨勢 我也覺得 陸陸續續 會有很多人 將香港的自住樓賣了 直接搬回深圳 他真的除了坐車之外 斗鑽也不用給香港賺 下午也帶了飯 當然 在香港吃飯也算了 開支也有限 接下來 每天的消費就在深圳 電費也不允許你 不允許你李嘉誠 不允許你中電港燈 做到這樣 我覺得 真的會加速香港的滅亡 當然啦 這是一種抗議 大家都不想在香港死 現在問題就是 你政府逼成嘛 所以你也是逼出來的 是不是 你的商家沒有責任嗎 當然有責任 現在 你們就要承受這個苦果 當然未必可以每個都做得到 因為如果你有小朋友在香港讀書 你沒有辦法把小朋友在深圳住 這是真的 有些 在香港也有可能有老人家離開不了 當然也有些可以一起上去住 反正 只是隔一條河而已 如果真的要看醫生 就下來香港看 沒有甚麼就在深圳 現在 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 當然 如果以前 有食品安全 我是不敢 見人 去深圳住 因為 始終 這個責任很大 但是如果現在你說有美資的公司 大型的超市 在他們那裏買 又不是 危險的 那些東西是穩固的 這個就沒有問題了 這種方式對抗 我相信接下來會越來越多人更進 越來越多人就學習這件事 希望 進一步 對香港求成壓力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 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些欣賞廣告 在海外朋友 你們沒有受威脅啦 訂閱Patreon 還有 拜託你們多一點 香港網友也可以 訂購選購我們的VPN 令你更加安全 多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使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閣下 PIA到期的話 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人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發 SURFSH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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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 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開始了